好热 怎么这么热 殿下 殿下 三副该如何处置 我穿越了 还穿到了平行的 现在女尊时机 还一般有三个老公 还一般成了女皇 殿下 为什么要杀我 杀你 我和阿元是青梅竹马 是你强行拆散 把我轮来皇室 我恨你 所以我要来杀你 严禁轩 你过分了 白泽宇 泽宇 风月作废 只是神秘的利益 你 爸 爸爸 爸爸 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殿下 杀了他 姐姐 谁敢动我 是大夫娘姐 我是你们的女皇 你听着谁的 殿下 哎呀 不应该失控的 刚到这里还没弄清楚情况 梁志阳和白泽宇也太像了 虽然昨天暗藏沙机 但是 刚一穿越 尺度就这么大呢 啊 殿下 大夫娘将不能想 他并未犯错 如何让天下有幸福呀 行 我再考虑一下 这里是大女婆 男人相亲叫 而我就是女皇 所以我知道我是神神 他先要往我大女婆 我们再给殿下 做了几个美男 殿下心情好了 真的放了 美男 好像有宝负 殿下同意了 不放肆 我岂会被美色所获 殿下 殿下肯定得了重大疾病 才会对男人 首先都确定一点 我是个荒芙度的女皇 我这几个丈夫都怎么样了 殿下 你们说你只是我怎么知道 谁让你这个了 我说他们 秀着名谁 背景如何 我上次被刺杀 导致暂时失忆了 什么 大夫娘智阳 以智慧闻名天下 受赵律宫 少夫减飞 母亲是财人大臣 简利群 三夫爷子前 一宿高潮 曾与人帝亲 后面已经强努力了好事 哎呀 都是前身干的好事 殿下 不必为三夫的事情珍惜 可以按照以前那样 把他送去军营 军营 你哪里见过男人呀 以前 以前我经常这样吗 对呀 之前不经常男人 送到境内去的 没有一百 没有五十了吧 我有这么残暴 居然还能活到现在 虽然殿下经历过 三十二次小怪魔厮杀 十一次下毒 欺负起义 嗯 但是上天保佑 嗯 救命啊 快来人啊 殿下又被刺杀了 要命 老选翻牌 都不知道怎么是谁 殿下 梁志阳 你不是被我关进大牢里面了吗 殿下翻了我的牌 而翻牌 无关最欲罚 你走吧 我不想见到你 殿下 恳心你宠信我 殿下 冒犯 你疯了 比起杀我 你不重心我的支入更大 殿下为何性情大变 真本讨厌我 因为你和我记忆中的某个渣男很像 所有我讨厌你 他是他 我是我 殿下不应该坚弄于我 得不到这下的诚信 我就会被放逐到军队 军队 该死我居然忘了 快 我要去找殿体权 殿下 到底需要先为这些事情平分 平分 平分 怎么过你们的感觉就是 啊 啊 快来 二爷 我都心里难死了 来不及解释了 这不算吗 享受一下也是可惜了 对啊 我肯定是个破鞋 没人闹了 走开 走开 谁给你们的胆子 住手 殿下 为什么要救我 没有阿元 我生不如死 我放你走 殿下 收服男人 我方法多的是 殿下 一会大前门都会在黄殿 要求放了大夫 成复义 我还没搞清楚情况 而且他也不是反正的 放了放了吧 让那些老家伙别跪了 查出来居然是个男孩 没用的废物 生不出来 他继续生 直到生出女孩为止 只有生出女儿 才能让妈和阿元喜欢 殿下为何带我来这里 没事 只是来探问一个老朋友 阿元 今天上班累了吧 我生活费用完了 才给你一千块就用完了 天天被人养也不知道收敛 我怀孕了 你能不能理解一下 你被黄氏赶出来 我能收容你就不错了 结果你还还了一个男孩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所以才这么对我 亲家哪个女人不怕心 亲家哪个女人不怕心 现在打出血 只能保一个 你的气体还不弱 选择保孩子 殿下 有保大人 这是命令 殿下 三夫之前刺杀殿下 后来又逃出皇宫 本应该枪决 您不能再网顾国法 再把他接回皇宫了呀殿下 殿父义 殿下 三夫也是从金人所获 请殿下重新发落 这个简家还想六八坑 倒是这个男公 不畏强权 不错 三夫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就把他去做医官吧 此生服务于我们大女国 殿下 殿下 我大女国没有男人当官的行李 而且 哎呀 从我这里男女提早 男人也可以当官 这件事情就交给 迷子的 是 哈利 帮我拿下浴巾 哈利 你今天话怎么这么 殿下 你怎么在这儿 阿里呢 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报答你 所以 你做了什么 殿下 等下 就知道了 我 我需要你这么报答我 等你什么事我喜欢我的时候 殿下 你走开 我不需要 殿下救了我两次 我想好好把他报答 梁志阳 你走开 我不需要 殿下 你怎么了 救你吧 帮我去卧室 我需要你 好 我给你 男伯们 我来了 大人快来 不可以欺负我呦 不然 我有好多猜疑的 大人快来 喜欢我呀 啊 对象喜欢哪个 快选快选快选 你没告诉我 男伯是这样的 谁在撒野 他好凶凶 他怎么犯错了 砸场子的 来人 大叔 大叔 哎呦喂 大人喜欢什么样的 这儿都有 你这儿最当恐的 都给我叫过 好嘞 乖乖们接客了 大人 他来了 按他说的做 大人 我一口吧 你们一个都好不叫 殿下快走 我还拖着他们 大人 大人 殿下快走 快追 给我追 他应该没攻击 继续追 什么 人不见了 废物 听说有人主动现身 殿下连眼睛都没抬一下 让开 你不是缺女人吗 你看我怎么样 好管让你舒舒服服的 你不怕我告诉女皇吗 男人在这儿就是个物品 我母亲可是当朝武装员 若我开口 我不嫌弃你是个破鞋 也不介意你生过孩子 你就从了我吧 住手 少傅 滚 别让我再说第二次 算你运气好了 谢谢哥哥 要不是哥哥 我只有 别客气 男人之间就该互相帮衬 我一定会记住哥哥这份安静 弟弟先告退 出来吧 看得不错 殿下醒了 殿下 小心点 殿下 昨天多亏了大夫 不然 你没事就好 他应该没跑远 尽时追 殿下 是我 我可是连续救了殿下两次 是谁想杀我 是杀手不知 灭黄叔 可惜被他们逃了 可我去一南院 是临时起义 殿下是觉得我伺候得不好 不不不 我只是为了收集情报 殿下如果想知道什么 我都会告诉你 对啊 大夫可是情报 网唯一传人 殿下以后就不用 再以身犯险了 还真 我还能再小心你了 我是梁志野 你怎么是我的 乖乖 你说的都对 简历群太师 事情不简单了 殿下好演技 殿下去南坡店都是表象 其实是为了掩饰暗中的势力 妙 这群身体 前身陪安慰去红冬区 真的只是为了选飞 其实 别说 我多 懂 简单人解释一下 臣不清楚 作为财政大臣 居然不清楚这笔巨款的去一下 喷嚣吧 是我 我欠了一大笔赌债 实在没办法 我猜 枉我这么信任你 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还不宜死谢罪 我的妈 臣管理不当 请致臣死罪 简单人 他也是受人门闭 请殿下 请殿下三思 简单人年纪大了 帮你们两个一下 舍舍的事交给胎师赖场 是殿下 这人说死就死了 可是殿下以前经常相选别人的呀 造孽呀 造孽呀 殿下别慌 到了刚翻牌的时候了 为什么没有少夫的事情拍 少夫知道了今天异会的事情 觉得无缘面对殿下 所以把自己的牌给撤了 自从到这个世界之后 减肥好像可以别人化自己 要不殿下也三个一琴 今晚翻少夫减肥的牌 好猛